从国外回到桃园机场 要回到台中市 竟然不能搭防疫巴士吗 原因就是台中的防疫计程车 无法配合接驳 市议员张兆国透过市区 来关心台中防疫计程车 为何不能配合接驳 对此交通局回应了 没有听说有这样的状况 台中防疫计程车的量能足够 会进一步了解 因为现在疫情状的量 他们运转真的不够 连计程车救护车都不够用 民众在桃园机场要预约防疫巴士 却发现不停靠台中市 还在隔离中的市议员江兆国 透过视讯 关心这环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红络上非常多的一些市民朋友 他从国外要回来台中的这些朋友 他都表示 为什么独独台中市的防疫巴士 没有办法停靠呢 我们现在市民的确诊人数 居隔人数非常多需要 由我们的防疫进程车来支应 那我们对于防疫巴士 是否能够配合 这件事情要有一个明确的 处理方向跟态度 江兆国接获陈勤 民众由桃园机场入进台湾后 没有亲友可以接送 原本想选择只要400元的防疫巴士 但却因为台中防疫计程车 无法配合接驳 台中不停靠 民众只能选择从桃园搭乘 要价1080元的防疫计程车 质疑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甚至屏东都有停靠 为何台中不能 对此交通局表示 台中市防疫计程车 目前有70辆 辆能足够 没有听说有这样的问题 目前防疫政策放宽 亲友也可以在国外回国的民众 而有搭乘防疫计程车需求的市民 会先跟卫生局联系再转派给防疫计程车队 没有接货量能不足的问题 会进一步跟桃园机场了解相关环节 提供市民再送服务